明星的嘎戏行为有多可恶 怪不得李清的新剧没有亮 那都是因为嘎戏太严重 同样演乡村题材的赵丽 幸福到万家却收获了坡度好评 关注度蹭蹭地往上涨 而李清和陈晓的人生之路却毫无关注 要么说明星的嘎戏过分呢 因为嘎戏导致演技下降得不在少数 李清就是其中一个 像是李清就同时出现在两个剧组 一个是梦中的那片海 一个就是人生之路 前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而且他还因为在人生之路拍摄期间 因为隔离原因没有来得及赶回 梦中海的剧组耽误了那边的拍摄进度 因此惹恼了南方的粉丝 两家粉丝也因为这个原因争吵没完 可见李清也是在拼命嘎戏 而且两部剧都是女主 关键人生之路还没播完 这边就要忙着宣传和肖战的CP 这也是不要太忙得好 李清的行为虽然够不上夸张 但嘎戏确实能让演员的演技下降 频繁地出现在多个剧组 消耗的是演员的精神镜 最终成片的质量急速下滑 观众自然就不会买单了 总不能你演得不好 这边还要拼命地夸你吧 那演员为何要嘎戏呢 当然是因为赚钱了 说白了演员也是一份职业 明星拍戏跟正常老百姓上班是一样的 完了他们拿着钱拍一堆烂片 咱们花自己的时间去看这种烂片 有些粉丝还要出声维护 甚至心疼他们拍戏辛苦 那不就是月入两三千的 心疼日入几十万的吗 还是心疼心疼资格比较实际吧 别人嘎戏都是越低调越好 然而杨幂嘎戏却恨不得拿喇叭吆喝 我看到你2011年和2012年的时候 那两年的拍戏量特别大 你曾经四个月拍了五部戏 有过 为啥不让明星嘎戏 杨幂就应该被拉出来当反面教材 他自称一段时间内同时拍五部戏 一年内完成拍摄十一部剧 这对一个正常人来说可不容易 关键这些剧最后都被骂得体无完肤 特别是杨幂的演技 也被观众一直喷 在面对采访的时候 主持人也提醒杨幂嘎戏不太好 然而杨幂的回答却让人想笑 为什么那么拼 你知道我在做什么 就可能我做的这么多了 然后大家才会关注到我 才有机会去拍电影 才有机会做一个好演员 然后才有机会跟优秀的人合作 所以你先看到我再说吧 就是用这种方式想让大家看到我 他说的算是比较委婉 但如果是别人也就算了 而你是杨幂呀 你还需要别人看到你吗 我感觉杨幂站在那里什么也不做 就能被观众看到了 因为他本身就是自带流量的人 相反他拍了这么多剧 倒是引来不少人的关注 可最后却因为演技拙恋 被观众吐槽得无地自容 这岂不是得不偿失吗 如果这时候你还要替杨幂辩解的话 那么下面杨幂的一些解释 我认为明显是他慌了 那种拼命拍戏的时候 对钱有需求吗 没有 没有 那一年估计都还赔钱呢 赔钱 因为你 其实是不敢跟剧组一直说 我同时还在拍着别的戏 然后找尽各种方法请假 然后去别的组拍 那可能有的时候 有的地方在横店 有的地方在北京 你要自己去 路费 路费啊 对 突然就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拜托路费 才需要多少钱啊 你一年拍那么多剧 一集多少钱心里 应该是有数的吧 就来回的路费而已 这就让你赔钱了吗 那么这种拍戏的工作 咱不干也罢 我寻思也怪类的 所以同时嘎戏就是为了赚钱啊 倒不如实话实说 就跟张颂文一样 人家在火了之后 就坦白自己想红 因为红了 就能提高身价就能赚钱 我很想红 我特别想红 因为他们都说红了 可以高高 这样 我想实施 这样普普实实地 说出心里话 才会得到尊敬的 不比睁着眼说一些 离谱的发言更好吗 实在想不懂 都被说情伤高的罢命 会找一个这么容易被拆穿的借口 坦白讲就是为了钱 所以拍的片子不保证质量 这才是事实吧 顶流女星赵丽颖 也被传有嘎戏行为 或许连郑小龙都被她给骗了 没错听到这话的时候 都会觉得赵丽颖 是在做完月子之后 进入到郑小龙的剧组 开始拍摄信福到万家 但在后来却有被传出 赵丽颖是在拍 谁是凶手的时候 跑过去拍信福到万家的 两边剧组是来回跑的 但也或许是一起拍的 只是先播后播的问题 其实在这之前 赵丽颖拍秘战的时候 就被传同时拍了 青云志和老九 三部剧一起拍 确实非常好经历 原来这么早之前 赵丽颖就有嘎戏行为了 但好在赵丽颖把控不错 即便同时拍多部剧 也没有影响到她的演技 不管是青云志里面 刁钻热心的她 还是老九门里面花痴的她 演艺出的角色 都是得到大家喜爱的 其实明星有了名气之后 确实会有很多剧本送上门来 但如何选择 都要看演员自己的了 没有明星 真的只是为了拍戏吧 我认为大多数 还是为了赚钱 那么嘎戏多了也很正常 就看观众 能否接受毫无演技的作品了 又或者大家在乎的 只是谁来演 而不是作品本身 那就等同于白说了 好了 今天就这样吧